这个美女在试戴项链 她俯身照了照镜子 老板忍不住偷瞄几眼 其实美女是个大骗子 老板已经上套 她又指了指另一条项链 趁老板转身去娶的时候 从胸口掏出一条假项链 来了个吊包器 本以为得手了 没想到店内有便衣埋伏 她早就识破了美女的伎俩 美女拿起包 想从后门逃跑 但后门还有一个便衣 两面围堵 美女乖乖落网 便衣把美女带上警车 老板恭敬地送别了他们 车子开走后 一名便衣拿出了那条真项链 车内三人集体发出报效 原来他们才是一伙的 刚刚在金店内 趁美女被逮捕的间隙 项链再次被同伙撂包 骗子三人组 都是检察官的案线 他们在秘密调查 八年前的一起救案 八年前 有个传销组织被捣毁 无数人被骗得家破人亡 可惜传销组织的大boss没有落网 因为这起案子 由检察官负责 当年他联合官员 收受贿赂 放走了传销组织的大boss 后来又以大boss 克死国外结案 如今八年过去 有人放出传言 大boss根本没死 他还活着 检察官担心八年前的丑闻败露 就让人秘密调查 骗子三人组 很快锁定了目标人物张三 张三曾是大boss的手下 出狱后四处行骗 检察官抓捕了张三 没想到张三恶人先喊冤 我也是受害者 原来他刚刚被骗走了一笔钱 骗子是一个老头 通过回看监控才发现 这哪是老头 分明是个帅小伙 只是戴了一副人皮面具 检察官查到小帅的住所 可小帅早就开车溜了 检察官立刻去追 追了好几条街道 直到在十字路口 撞烂小帅的车 才把他顺利抓回去 小帅向检察官交代了实情 之所以接近张三 也是为了调查他背后的大boss 小帅的父亲是造假大师 八年前 帮大boss做了假护照 结果却惨遭杀害 小帅要找到大boss 为父报仇 检察官将小帅带到天台 揪着伊林把半个身体甩到外面 检察官是在考验小帅 生死关头 他依旧不改口 这才取得检察官的信任 检察官决定和小帅联手 毕竟两人的目标一致 小帅还是决定 从张三入手 他看中张三贪财的特点 向张三介绍了一个 回报颇风的项目 需要张三先准备十亿粉金 张三上钩了 他打电话向大boss要钱 可大boss没有直接给钱 而是派了心妇老郭 去帮张三把关 老郭可不像张三那么好骗 小帅得下点血本 他带老郭参观了自家赌场 顺便展示了自己的洗钱业务 马上要签合同的时候 老郭认真看了看合同 识破了小帅的骗局 当场翻脸走人 这个计划失败了 所以小帅也开始了下一个计划 美人计 美女扑倒在男人怀里 顺手偷走她的钱包 再交给接应的同伙 美女故意卖了个破绽 果然男人发现钱包丢了 就来找美女对职 她把包里的东西都倒出来 但是没发现钱包 接着扬言要搜身 美女感到很委屈 干脆脱下外套 让男人来搜 此时电影员找回了男人的钱包 场面一度尴尬 男人不停道歉 美女生气地离开了 实则目的已经达到 男人名叫老郭 是大boss的下线 美女则是诈骗团伙的成员 等到下次见面 老郭为之前的失礼行为再次道歉 并且想请美女喝酒 这郑重下怀 老郭已经上钩了 喝酒的时候 美女偷走老郭的房卡交给同伙 同伙进屋后 安装了窃听器和摄像头 小拙了几杯 眼看老郭要走 美女一把拉住她 为同伙争取更多时间 然后一杯接一杯地喝酒 喝醉后一直缠着老郭 直到伙伴完事 再把房卡偷偷放回口袋 大功告成后 美女直接昏睡在老郭怀里 第二天 美女来到酒店 她亲自带酒上门 进屋后继续找老郭喝酒 喝到一半 美女拿开电视 然后依偎在老郭怀里 一起看新闻 此时电视播放的内容 是早已录制好的假新闻 新闻内容是 有目击者在泰国 看到大BOSS现身 老郭看到新闻 立刻打电话 联系大BOSS 大BOSS告诉老郭不要慌 新闻是假的 因为大BOSS人在韩国 并且约了老郭出来见面 老郭丢下美女 赶紧去和大BOSS见面 躲在幕后监视这一切的 检察官坐不住了 他一听到大BOSS的消息就激动 八年前没能抓他归案 今天正好一血前耻 检察官立刻开车上路 跟踪着老郭的定位 只可惜检察官来得太晚 老郭确实和大BOSS见了面 但检察官想要抓捕的时候 大BOSS已经提前乘缆车离开 近在咫尺的机会就这么浪费了 好在老郭这条线还没有断 老郭和小帅之间有秘密交易 老郭手里有大BOSS的案钱 小帅可以帮他洗钱 第一次交易 老郭给了小帅300亿的支票 让他折成现金 检察官紧急调用了一笔钱 小帅如约给了老郭300亿现金 这让老郭愈发贪心 他又给了小帅2700亿支票 两人约在港口交钱 收下支票后 小帅却被检察官绑走了 检察官对小帅说 说完对着小帅一顿毒打 原来检察官查出了小帅的真实身份 小帅的父亲是造假大师 当年为大BOSS伪造护照 让大BOSS得以顺利出国 可小帅的父亲也被残忍杀害 小帅以为杀父仇人是大BOSS 其实当晚动手的另有其人 而这个人就是检察官 现在检察官要斩草除根 美女火急火燎地撞向服务员 茶水洒了一地 服务员慌张地收拾 美女故意把事闹大 她玩了一招声东击西 此时她的同伙 已悄悄潜入饭店的地下室 按照之前的计划 大BOSS就躲在这个地下室 小帅掏出枪 想要解决大BOSS 为父报仇 幕后指挥的检察官 却临时改变主意 让小帅撤退 小帅回去后非常生气 见到检察官就想揍他 检察官让小帅冷静 因为检察官窃听到 大BOSS藏有3000亿案钱 直接杀了太可惜 所以检察官是既要人 也要钱 他和小帅的交换条件 是一份与大BOSS有关的贿赂名单 小帅答应了检察官 他之前和大BOSS的手下老郭友往来 小帅在帮老郭洗钱 洗的就是大BOSS的案钱 老郭急需一大笔钱 他给了小帅3000亿支票 约定第二天港口交钱 支票到售后 检察官派人跟踪老郭 想插出大BOSS的窝点 检察官出尔反尔 对小帅用完极器 检察官对小帅说 说完对着小帅一顿毒打 可检察官很快就发现异常 手下打来电话说 一路跟踪的老郭不见了 也没发现大BOSS的下落 眼看工会一会 检察官又一次想到了小帅 他用枪威胁小帅 想让小帅把大BOSS引到街头的港口 小帅未报杀父之仇 只能答应 到了街头当晚 检察官带了一群人提前埋伏 是要将大BOSS一举擒获 可就在大BOSS抵达前 检察官突然接到电话说 那3000亿支票都是假的 检察官顿时慌了 他还来不及多思考 此时大BOSS也按照约定来到港口 检察官扑上去将其抓获 没想到 这个大BOSS摘下帽子 竟然是小帅 检察官满脸难以置信的表情 小帅露出击乎的笑容 他对检察官说 今天大反转来了 原来小帅已经知道 当年杀害父亲的凶手 其实是检察官 并非大BOSS 而放走大BOSS的人 也是检察官 所以他多年布局 专门针对检察官 包括长期在他身边的行骗三人组 都是小帅的同伙 他们都是当年 传销案受害者的家属 从头到尾 都是小帅设下的陷阱 检察官一步步上套 从来都没有大BOSS 露面的大BOSS 是小帅假扮的 小帅通过观看视频 模仿大BOSS说话的方式 检察官窃听到的通话记录 都是事先准备好的录音 也没有大BOSS的案前 那些支票 都是裁出来的纸张 小帅精心设下这个局 就是为了让检察官 亲口招任全部罪行 可检察官却大言不惭地说 其实他并不知道 小帅提前在仓库内 布置了摄像头 刚刚所发生的一切 检察官所说的话 都在全国直播着 不久 警察和记者赶到 将检察官和八年前的 涉事官员绳之以法 小帅的计划圆满结束 不仅让检察官服法 自己也套现了300亿 如今还剩下 那个真正的大BOSS 需要他们去解决 总共有一些 可检察官员继续 有 好那 莫